其實如果要加產假,其實我是十分支持的 就是作為一個婦女,或者作為一個打工仔 我自己也是自僱人士 雖然我們自僱人士可能跟產假有些遙遠 可能普及不到給我們 但是我都是一定是支持增加產假 為什麼呢? 婦女其實在有了BB,或者是生產之後 都是很需要多些休息,以及是需要別人照顧 亦同時需要照顧嬰兒 我們始終不可以依靠別人去做 譬如你說暴雨、照顧小朋友、喜愛飲食 或者你只是餵奶 這幾方面,其實時間上是花很多時間、很多精力 自己的身體也未復原 都是需要時間去做 你說男士士產假,當然我們現在知道由三變五 雖然幅度是小,但都是賣出一個小小步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我們亦都是希望社會,或者是希望政府,或者是希望商界 是真的可以包容到有了小朋友的新家庭 經常說香港人做事的指數,或者是開心的指數很低 為什麼呢?可能是不是打工,沒有相應的福利,沒有我們應有的權益 令到我們香港人做事不開心,令到我們做事的指數,開心指數低 所以我都希望刺激婦女的生育 刺激香港會多些人生小朋友,給多些支援他們 我覺得整體上對整個社會,對商界,無論對政府,對商界,對我們整個社會 都是有一個好處 我們…